面对航母区红枪遍地 是哪一队率先杀出重围 连川等风旗 黄马盾 黄马枪 老队新玩系列 本期来说不一样的关关章 战报来源 3176区龙腾向少龙 关关章常规搭配里 本来就有两个战法专克黄马枪 就是圣器和机型阵 但是圣器有可能锁不到SP马超 机型阵也只针对主将战位的马超阵容 所以这里搭配了万军夺帅 有概率缴械控制 还能稳定且大量的降低SP马超速度 以废掉威武兵招的效果 而且关关章的队内配速非常适合带万军 在关羽行动前 就可能通过将门虎女横扫 万军这些战法限制马超 其他队伍搭配万军反制SP马超时 通常也是由队内快过主将的副将带 主将又紧跟着副将行动效果最好 但这些战法都只能是防御SP马超 不能造成实质伤害 马超阵容续航能力非常强 伤害爆发点越靠前 并浮以限制SP马超输出的战法 就打得越轻松 关关章的装备其实没有特别的刚需 但好装备也会让它质扁 尤其是熊烈 有条件还可以给官媚一批踩踏马 这对性价比可比SP马超高多了 我们下期见